世價股風暴升級 廉署聯同證監會 星期四採取行動 調查上市公司康宏環球 廉署清晨持搜查令 去到公司副主席馮雪森 位於西貢的餘所搜查 之後邀請他 和執行董事陳麗儀 回到北角廉署總部協助調查 廉署人員同時去到 康宏環球位於北角的總部搜查 史傳廉署在今年初 接獲多宗舉報 說有財務機構高層 推介中介公司向客戶借錢 或者懷疑明知有借貸人 以偽造文件申請巨額貸款 但仍然批出不良貸款 不排除背後有人從中收受利益 涉及貪污活動 涉款達到幾千萬 據悉廉署邀請最少10個人協助調查 廉署發言人證實 星期四搜查了8個處所 行動裏拉了3個上市公司高層人員 懷疑他們涉嫌貪污 股評人David Webb早前發表 50隻不應持有的港股的關係網絡 據了解 證監會留意網絡中的公司 已經一段時間 並將調查資料轉交給廉署 敏感時期不方便回應 而他在個人Facebook上 在同朋友正享用炸雞的相片 下面寫著過台式生活 不排除他身在台灣 康宏環球發表聲明 說獲釋有關的執法行動 公司已經即時暫停兩個執董的職務 並且主動向聯交所申請股份短暫停牌 康宏在朝早11點04分停牌 而停牌前股價跌超過7% 報1號6千7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